好,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直線L通過23這一點 通過23 然後他說現在有一點P1是1乎2 到這個L的距離 與什麼呢? 這個P2,乎2乎1 到這個L的距離 他距離比是1比2 那麼他問這個直線方程式多少 這個有可能有兩個地方 一個可能在中間 一個可能在這裡 在這裡的話這裡比較近 1比2 所以應該會有兩種可能 好,那我們假設 這個直線方程式 我假設它的斜率叫M 這斜率是我們要求的 通過23 所以它直線方程式L 它是多少呢? 是Y-3等於多少? 等於這個斜率M 乘以X-2 好,那我們把它寫成這個標準式 就是把它移過來 MX-Y 這個也不是標準式 就是一般式 然後移過來 再加上多少呢? 加上是3-2M 等於0 MX-Y 3-2M 這是P2 到這個L距離 這個是等於多少? 等於這是1比2 好,那我們曉得 P1到L距離 你就代公式 這個是等於多少 根號 根號M平方 加上1的平方 分子多少呢? 分子 你把P1這一點 把它帶進來 就是說 X座標帶1 把它取決類值 這M 加上增加1 乘以1 減掉呢 負2 負2的話 就加2 加上多少呢? 3-2M 取決類值 以上多少? 以上就是 根號M平方 加1 取決類值 然後你把 負2、負1帶進來 負2的話就是負2M 負一代就是加1 然後再加很多LOSA 3-2M 那又是比嘛 所以這個可以約掉 那會等於內向乘內向等於外向乘外向 也就是說 這個兩倍的LOSA絕對值 那我把這個整理一下 這是-2M加M的話是-1M 那加這個5 那因為它在絕對值裡面嘛 所以我負號可以抽出來 我負號抽出來以後就是M-5 就是M-5啦 那你負號抽出來取絕對值就變正了 那這個等於多少呢 外向乘以外向 那這兩個加起來的話 這是-4M -4M 然後抽出來以後取絕對值就沒有了 那現在我去絕對值以後 這個都要有個正負號 兩倍的那個M-5 會等於一個正負號 那這個是4M-4 那看起來會有四種情況 因為這裡有兩種情況 這裡有兩種情況 會有四種情況 但實際上的話只有兩種情況 為什麼 因為這裡是正的 這裡是正的 跟這裡是負的 這裡是負的 是一樣的 因為這裡如果負 這裡有負的話 那就兩邊負的正 所以兩邊都是正的 跟兩邊都是負的 情況是一樣的 那這邊正的 這邊負的 跟這邊負的 這邊正的 也是一種 這兩種情況也是一樣的 所以你只要去絕對值以後的話 只要一邊取正負號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 我們可以怎麼做 可以這樣做 就是說 2這邊不要取正負號 這M-5 等於多少呢 正負多少 這4可以抽出來 M-1 這樣子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把它移過去以後的話 就是2M 2M-10 無二得10 然後正負 過去的會變成負正 負正 多少呢 4M-4 4M-4 好 那我給它一減 一減 移過去以後的話 減起來等於0 一減的話就是負2M 加上6 沒有 減6 減6 就負10 減掉負4 這等於0 一種情況 把它加起來 加起來就是6M 減掉的話 加起來的話是14 等於0 所以斜率有兩種情況 M的話 等於負3 或者什麼呢 或者是3分之7 3分之7 好 那你就把它帶回去嘛 那就可以得到負4 如果是負3 如果是負3的話 那就是負3 X 減Y 這樣多少 3 減掉多少呢 負3 負6 負6 負得正 所以變成是加6 這個等於0 所以這個多少 這個是3X 加Y 減9 等於0 這個的話呢 是其中的一種 第一個方程式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M 是等於3分之7 帶進去 3分之7 X 減Y 這樣多少 3 減掉2 乘以多少 3分之7 這樣等於多少呢 3分多少呢 9 減掉14 所以3分之負5 3分之負5 這等於0 那我現在把它全部乘以3 全部乘以3的話呢 就是多少 就是7X 減掉3Y 和5 等於0 所以有兩種情況 就是說 這一個 啊 或者什麼呢 或者是這一個 有兩種情況 到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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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